大家好,我是小黃瓜 今天本來應該是一期史萊姆的食品 我小黃瓜吃橘子 在淘寶上買了十幾罐 其實就買了幾罐,然後送了很多罐 史萊姆,然後等天收到的時候開心的不行 一個個打開,冬戳戳,細捏捏的,感覺都很棒 然後就把它放回快遞箱裡 蓋好蓋子,期待著露食品的時候再用 我剛剛把快遞箱搬到這裡來 因為要開始露食品了嘛 我把它們一個個打開,發現 因為我處理不當的保存方式 它們的聲音變得乾巴巴的 有好幾個失去了靈魂 對的,因為我在箱子底下發現了一張小紙條 上面寫著打開過的史萊姆 要放到冰箱裡面保存 但是呢,我還是 心疼我的天 我還是在其中發現了一個還蠻不錯的聲音 有一點點特別 所以我現在臨時決定把它拿出來 然後悄悄地塞進你們耳朵裡 假裝你們又累積了很多耳食 然後來找我幫忙 我們錄影器這樣的 嗯,不好意思 改頭屁話又多了點 那我們開始吧 把這個拿開 把這個拿開 把這也是史萊姆 這放哪兒 我在看 可以大家看過篇 這樣的質思 看到沒有拉死 省不省氣 但這是你們的兒子 這樣散散感覺怪噁心的 好,對 這個開頭太長了 我把它分成羊皮吧 我們皮也見